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952天 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60天 昨夜,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 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夜间朝多个方向 共发射170至250架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联邦沃罗涅日洲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 存放导弹、制导炸弹的弹药库 以及苏-35和苏-34飞机的停机库 机场的航空燃料储存设施 沃罗涅日洲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 距离乌克兰控制区直线距离约340公里 超过了美国原乌战术导弹 和英法原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最大射程 从该机场起飞的飞机 经常用来向乌方控制区和乌军阵地投掷滑翔炸弹 乌方无人机多次袭击该机场 乌克兰军方和俄罗斯军事博主都证实了这次袭击 社交媒体发布的影片显示 袭击引发了多次猛烈的爆炸并引发火灾 乌克兰安全局宣布为这次袭击事件负责 SBU继续采取积极措施 降低敌人用战斗机和防空导弹 恐吓乌克兰和平城市的能力 对俄罗斯军用机场的非军事化行动将继续进行 这是NASA的火灾图 看起来效果不错 乌方10月3日通报 乌军使用美国原乌陆军战术导弹 成功摧毁了一套俄罗斯昂贵的尼波M雷达 尼波M雷达探测距离高达3800公里 不仅具备发现隐身空中目标的能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探测并跟踪弹道导弹等目标 乌方通报称 尼波M雷达被摧毁 大大降低了俄罗斯军队探测 跟踪和拦截空气动力学和弹道目标的能力 这将为有效使用英法原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创造一条有力的空中走廊 由于尼波M雷达具有隐身功能 找到并摧毁它并不容易 俄军仅装备了10台这种型号的雷达 据估计每套成本超过1亿美元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一系列军事目标 进行了成功打击 尤其是对俄罗斯境内的空军基地和军火库 尤其是后者 有乌克兰官员表示 这些行动成功削弱了前线俄军的火力优势 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的炮弹消耗比大约为3比1 也就是俄军每发射三发炮弹 乌军就发射一发 考虑到乌军在火炮射程 精度火力控制和反炮兵作战等能力上的优势 俄乌两军的炮火对比应该会更小 甚至持平 不过截至目前 乌克兰军队依然只能使用自产武器 尤其是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 美国政府尚未完全解除 对乌克兰军队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限制 回到战场上来 恰索夫亚尔方向 北翼俄军的所有进攻都被击退 过去一段时间 乌军的FPV和侦察无人机始终保持全天候的工作 不过俄罗斯人以任何的计划 在缺乏装甲支援的俄军在田野上损失惨重 库拉西夫方向 俄军的又一次摩托化进攻被挫败 现场一片狼藉 红军村方向 俄罗斯军队继续向前推进 并在奥斯特里斯K附近被发现 乌克兰军队很可能已经撤到沃夫查核后面 建立新的防御攻势了 热兰内 佩尔什东部是否仍有乌克兰军队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哈尔科夫前线 乌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反攻 过去一个星期 乌克兰第57旅的无人机操作员 在反攻中消灭了大约100名俄罗斯人员 并摧毁了17辆装甲车 根据最新消息 由于前线俄军缺乏斗志 车臣阿赫马特部队 以作为督战队重返哈尔科夫前线 库尔斯克前线 过去48小时 乌军拿下了特金诺和格卢什科沃附近 11.3平方公里的土地 电报频道间谍档案还透露 乌军使用了6架自杀式无人机 攻击了位于库尔斯克 十月驱如拉夫利诺村的一个 俄军S-400防空导弹阵地 袭击造成两个发射器被毁 一个发射器受损 556作战控制战丧失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 俄军昨天把自己在切尔卡斯科耶 剥裂奇诺耶定居点的 硝酸岸仓库给炸了 估计是准头太差 剧烈爆炸 形成了壮观的橙色蘑菇云 俄罗斯武器精度十分感人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分析 9月初 俄罗斯炸掉运粮船 很可能是失误 而不是有意为之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前燃料 能源和煤炭工业部长 康斯坦丁扎维赛诺夫 日前在莫斯科遭枪击后身亡 估计是乌克兰游击队在除奸 俄乌战争爆发第954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内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230名 累计俄军65.79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5辆坦克 31辆装甲车 59门火炮 8个火箭发射装备 一个防空设备 70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三个特种设备 防空部队击落101架无人机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刚刚接任北约秘书长的吕特 10月3日突然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他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作为北约秘书长 他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确保胜利 吕特说 这是我作为北约秘书长的第一次出访 对我来说 在我上任之初来到乌克兰非常重要 以实际行动向你们 乌克兰人民和所有关注这场战争的人 发出明确的信息 即北约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他热情洋溢的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奉献牺牲精神 和乌克兰人民的决心提醒我们 自由是多么宝贵 我们尽一切可能保护它是多么重要 吕特称 北约的全面援助计划 指挥中心的建立 培训 财政承诺 以及与成员国的双边安全协议 这些决定意味着乌克兰日益强大 与北约的互操作性越来越强 并未加入北约 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北约 并将继续走这条路 直到您成为我们联盟的成员 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解释了 乌军撤离伍赫勒达尔 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 他说 没有适当的武器 我们无法阻止俄军推进 当他们摧毁我们士兵的阵地时 我们必须保护他们的生命 因为他们比任何建筑物都重要 他们是我们的人 他们是乌克兰的公民 因此 他们退出并可以自救是正确的 为了国家 为了他们的英勇服务 这些绝对是正确的步骤 他呼吁伙伴国加大对乌军援 并解除原乌导弹使用限制 据乌方通报 泽连斯基在与吕特会晤中 讨论了乌克兰胜利计划 最新战场局势 乌军现有需求 以及乌克兰对防空的需求 以及与邻国的额外合作 吕特在记者会上重申 他对解除原乌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的支持 他说由拜登总统主持 准备于10月12日 在拉姆斯泰因举行的 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领导人级会议 非常重要 期望每个北约国家都允许取消 对俄罗斯境内纵深打击的限制 吕特表示乌克兰显然有权自卫 这里的国际法站在乌克兰一边 他说这意味着这项权力并不止于边境 俄罗斯正在追求这场非法战争 这意味着在俄罗斯战斗机和导弹 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之前 将其瞄准可以帮助挽救生命 与此同时 有每个盟友决定其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知道其中一些讨论正在进行中 但归根结底 这不是为了北约 这取决于每个盟友决定 对他们运送到乌克兰的武器 有哪些限制 针对俄罗斯媒体炒作库尔斯克核电站 受到乌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0月3日乌方严正辟谣 称媒体相关报道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乌方从不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 到目前为止 没有库尔斯克核电站 遭到袭击的任何影片和相片证据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 俄罗斯军队在不断扩大规模 考虑到俄罗斯军工业 目前几乎产能已经达到极限 甚至在西方制裁 下产能有可能下降 俄罗斯境内多个军火库 被乌军打爆等缘故 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要想将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唯一的选择就是跟历史上一样 依靠兵力优势 和对伤亡的更大容忍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 刚刚签署了一项命令 禁止未来五年 对俄罗斯进行人口普查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项命令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不让俄罗斯人知道 俄罗斯在这场已经持续了 超过两年半的战争中 损失了多少精壮劳动力 又有多少精壮劳动力 担心被动员而逃离俄罗斯 乌克兰驻 捷克共和国大使瓦西里 自瓦利奇 10月3日接受捷克通讯社CTK采访时表示 作为捷克倡议的一部分 预定今年年底前 运往乌克兰的50万发大口径弹药中 超过三分之一 已经运抵乌克兰 大使赞扬了捷克发起的炮弹联盟 不但直接从国际军火市场 为乌克兰采购炮弹 还计划投资于乌克兰境内军工企业 扩大155毫米的北约制式炮弹生产 再对乌军员方面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言人康斯坦丁 斯皮努10月3日表示 罗马尼亚捐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已抵达乌克兰 正开始保卫乌克兰领空安全 在西方阵营大力支持下 乌军各方面的能力都在快速增长 这是确定无疑的 现在只需要找到 消除俄军战机 向乌军投掷华翔炸弹的有效办法 俄乌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 将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逆转 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乌克兰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 10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指责西方国家半导体公司 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 来控制他们的供应链 导致大量半导体元件 通过非法渠道流入俄罗斯 他说在击落的俄罗斯2022年以后 生产的导弹和无人机中 发现了20多家西方公司制造的电子元件 这些公司包括美国著名的德州仪器公司 ADI公司 德国英飞灵科技公司等 美国芯片公司使用授权分销商 而这些分销商又向世界各地的电子产品供应商销售产品 美国政府和欧盟虽然制裁了许多非法向俄罗斯出口半导体的分销商 但未能阻止这些关键电子元件源源不断流入俄罗斯 尽管乌方所说的是事实 但由于半导体广泛使用于各种民用产品 很难做到完全断绝非法走私 客观地讲 由于西方严厉制裁 俄罗斯的导弹和高性能无人机生产能力 确实受到了很大限制 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 10月3日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西比哈在一份声明中说 作为我们定期对话的一部分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 以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防美达成的共识 并协调进一步的步骤 这将导致历史性的决定 并使我们的胜利更进一步 同一天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与美国防长奥斯汀通电话 讨论了乌克兰最新局势和武器装备需求 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称 奥斯汀部长今天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通了电话 他们讨论了当前敌对行动的动态 和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优先事项 乌梅罗夫部长还提供了乌克兰方面行动 战场局势和对额外能力的需求的最新情况 乌美外长 防长之间的密集交流 可能与即将在德国举行的西方阵营 54国原污领导人峰会有关 最大看点仍是美国是否解除原污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的限制 以及提供更多的远程打击工具 明镜周刊报道称 一旦西方解除限制 乌克兰军队将有能力攻击俄罗斯境内的 261个重要军事设施 包括军事基地和大型军火库 但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俄罗斯空天军已经将苏34前线轰炸机 撤离到了西方导弹射程之外的空军基地 乌军对苏34投掷的滑翔制导炸弹 几乎无能为力 法国媒体快报报道称 对西方迟迟不解除武器使用限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失去了耐心 在与访问基辅的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 旅特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泽连斯基发表了强硬讲话 指出乌克兰现在急需远程武器 但合作伙伴们在这一点上延迟了 而且合作伙伴们还没有准备好基洛飞 向乌克兰邻国的俄罗斯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共同击落伊朗导弹与击落俄罗斯导弹 击落结合了俄罗斯和伊朗政权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并无不同 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们展现更大的决心 媒体援引五角大楼内部的消息称 西方不愿在乌克兰上空摧毁俄罗斯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这会被克里姆林宫视为美国等国直接卷入战争 华盛顿认为基辅有能力自行防御 不需要直接军事介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